再来给我很喜欢的满天心也浇一点 这个满天心是很好养的花 而且开花又漂亮 像我的这一盆我是放在室外养 之前我们这里一直都是这个长期的下雨天 所以我都很少给它浇水 如果是在阳台上面养的话 盆土好的情况下就是说这个土气排水性好 那么这个浇水就可以比较的随意 就是不要让这个土完全干掉了 就是要让它是一种湿润的状态 因为这个草花都是普遍非常洗水的 如果缺水的话它不仅长得慢 而且还长不好 然后施肥的话也非常的简单 因为它虽然是多年生的 但是常做一年栽培 所以我只给它喷这个营养液 没有给它买这个缓湿肥 营养液的话在它这个生长旺盛期 基本上是隔一天左右就给它喷一次 当然这个喷的频率高的话浓度就要低 光照好肥足的话 它长起来是会非常非常的快 我这一盆还是因为上盆比较晚 所以它现在还没有形成一个球的样子 不过我不担心 因为哪怕是它开花了 它后期的话还是会生长 到时候的话很有可能就会形成一个球形 会非常的漂亮 那么这样